要反省一下,反思一下 也許我就針對我的專業 你專業很棒的嘛 如果說你很堅持 那就是大家來公平 就這樣,沒什麼好搞的 所以 我還是盼管你仔細的思考一下 我本來也以為解決 所以 我本來也以為我解決 你從前還強調中華民國的教授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教授 那你必須在課堂上講 哪一個人在課堂上課 哪一個人在課堂上課 難道我們不是嗎? 可是你上課裡面有個陸生 那你講完之後,學生哈哈笑 就不好了嘛 所以本來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這個中華民國這個 台灣的學生去找華人民共和國 他會講中華民共和國的什麼問題嗎 我們會在課堂上課說 中華民國教授嗎? 我在一般老師上課裡面不會再講這些 我就是中華民國聘來的教授 我在這邊上課 可是你要今天是 你跟著前面前言跟後語在對在一起 所以道謝 你知道為什麼我講中華民國台灣的教授嗎? 你有看過我前面講那句話嗎? 你講什麼? 我在講的是 我們針對人權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接受每一個人提出來的意見 這是我講的 讓我告訴你 如果你還堅持這個 今天我覺得拉會時間 我真的不騙你 真的你想想看嘛 我說不能比中華民國 不是 我覺得我沒搞懂 我覺得你非常的有時候非常的偏頗 所以說 如果想中華民國變偏頗 我當然是中華民國台灣教授 那我今天針對陸生上課 我合理去強調這個呢? 那是不是說陸生通 get out 這個會讓人家一些想法 我們在營店裡面提到中華民國 所以大家稍然不走 還有 還有 我可能的態度不是很好 過於無難 現實的無難 所以我今天必須重新再道歉一次 那 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的消防認為 會知道兩岸對立 而且特別針對性 所以他 絕對不可以跟中國學生面前 講到中華民國這件事情 所以 今天我必須重新道歉 好 所以 老師在這邊 必須分享幾件事情 第一 我指的新型冠狀病毒 是來自於武漢 其實這個地點 目前有待上去 第二 老師在課堂上推測中國死亡的人數 可能不止三千人 至少上萬人 與WHO的 官方說法的死亡人數不符 所以針對以上 本人認為 學術其實是有很多可以討論的空間 但因為 目前的資訊不足的情況之下 如果確實 忘下定論的話 可能又沒太早 至於造成大陸同學的不舒服 老師感到抱歉 那當然也歡迎 那當然也歡迎 同學來找老師 討論 那如果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 讓老師參考 那也非常的歡迎 第三 老師在課堂上討論到 亞洲人在美國 可能會被種族歧視的事情 這個純粹是老師在 以前在美國實際的經驗 那老師只是在課堂上分享 分別人